辅助受爆家庭的社工师杨承韵 透过摄影为生活留下见证 而日前在好地下艺术空间 精选了20多件的影像 举办首场的影像装置展 以美国诗人诗篇The World Not Taken 为展题和助角 展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 所呈现的生命故事作品 记录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和生命变化 截日期展出到1月24号 欢迎民众前来欣赏 曾上好地下艺术总监田明张寝毅 也在四秋摄影艺术学院进修一年 现职在中华乐幕社会福利协会 辅助受爆家庭的社工师杨承韵 初学摄影时 透过影像为生活留下记录 日前在好地下艺术空间 精选20多件影像 并以美国诗人Robert Frost的诗 The World Not Taken为展题和助角 举办首场影像装置展 这次展是The World Not Taken 是大概我进 比较集中在近一两年的创作 然后也大概是从我进入家暴社工领域的开始 比较有方向性的一个素材的收集跟编辑这样子 总共28 29张照片 但其实基本上但是 某种它又可以分四区 然后四个大主题 那但是其实上要四个放在一起 它才完整成完整了一个趋势这样子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和概念 主要是因为在过程中出了自己生命或生活上的经验 然后以及看个案在面对受罢议题 然后会立即性需要做出很多选择的一个状态 有一些感受 因为那个感受是会知道他们可能有极限选择 那那些选择不知道是哪一个选择可能是最好的 我们能确定的就是他不要受到再继续受害 或者像我自己人生经验是 不想再困在一些比较不好的关系中 或不好的工作状态里面 这次展出近两年的影像作品 以启程转合的方式 在展场诉说过往故事和社工经历 如何运用影像捕捉 转换成生命历练的作品 杨成韵表示 人生在生命里常常要做选择 不如就学着去坦然接受那一条路的结果 杨成韵影像装置展 这一期展出至1月24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更多展览讯息 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还有地下艺术空间 记得蒋邦彦华联士报导